热点时评 这算不算政变? 作者 魏京生 播讲 夏秋年 本文作者魏京生是中国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 他曾在北京西南民主墙发表《大字报》第五个现代化宣扬民主 后因反革命罪与阴谋颠覆政府罪入狱 并在狱中多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魏京生出狱后流往美国 并且先后获得美国的罗伯特·肯尼迪人权奖 和欧洲议会的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 他现任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 以及魏京生基金会主席 下面是这篇评论的证文 中共的二十大闭幕了 闭幕世上的一件轰动全球的丑闻 中国的媒体上肯定看不见 很多老百姓也就不知道了 以为习近平真的有那么大的权威 真的像毛泽东一样可以总览全局 党内也真的鸦雀无声了 有人铠叹 从此暗无天日 有人正谋划着怎么转舵投靠 但其实知道内情的人们心都寒了 想想自己今后会是什么下场 这轰动全球的一幕 就是前总书记把习近平扶上台的胡锦涛 居然被绑架出了闭幕式的会场 而且是当着全体代表的面 当着全世界媒体的镜头 就这么毫不留情的被架出去了 胡锦涛挣扎了几下不想走 可以说是被温柔的强行架离了座位 不得不离开会场 这也太尴尬了吧 也太无耻了吧 也太全过程民主了吧 连旁边的栗战书都尴尬 带紧张地擦去了额头上的冷汗 胡锦涛走过习近平身边 停下来说了一句话 看表情不善 可能是说你真干得出来 小习得意地点了点头 李克强则是正金危坐 呆若目击 全场肃静 面无表情 好像见怪不怪 都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 只有胡锦涛不知道 在那临时发飙 然后被不顾脸面的小习叫人绑架了几十秒 才明白大势已去 愤愤不平地走出会场 这沉不住气 说明他肯定被骗得不轻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帮大家分析一下 首先是习近平这次 在二十大上的形势不妙 会前流传的各种预测 都是中共各派系自己理想的预测 其实就是各派系在海外的县人们 根据各派间的妥协放出的消息 也不排除在座最后的造势 以便巩固事先私下妥协的成果 从胡锦涛入场就坐时和习近平很亲热 很客气的动作来看 老胡肯定很满意会前谈判的结果 这个结果就是习近平与胡锦涛的团派 做了有利于团派的交易 让事前反习火力最猛的团派分得了一杯羹 江派邓派将会退出历史舞台 结果就坐以后的一瞬间 胡锦涛看见了摆在他右手边的 习近平桌上的名单 大吃一惊之下 想翻开自己的文件夹 核实一下这不敢相信的一幕 却被他左边的栗战书摁住了手 不让他看自己的文件 这一下胡锦涛有点明白了 习向他的秘书交代了几句话 一个眼色叫来了贴身保镖 夹住胡锦涛的胳膊让他起身 胡转过脸去拿习近平的文件 被习近平用手摁住不动 胡锦涛的脸色越发难看 栗战书想起身劝解 因为场面确实太难看了 和金正恩在会场上 逮捕第二号人物兼辜负的场面一样了 他旁边的精明上海人王沪宁 赶紧拉了他一把 示意他少管闲事 意思是你都肯定要退了 何必管闲事给自己惹麻烦 栗战书又看习近平的脸色 吓得直擦额头上的汗 那份胡要看不让看的文件是怎么回事呢 肯定是一份被篡改了的文件 和事先达成的妥协不一样的名单 团派被全军覆没的名单 否则不足以让被讥讽为面瘫的和事老胡锦涛如此愤怒 这种用篡改名单改变政治格局的事情 和用其他手段的各种政变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 这是政变的各种不同版本之一而已 从习近平的角度看 面对团派和江派两大派系的抵制 不把他们分化瓦解就只能下台 面临死无葬身之地的结局 经验丰富的江派不好忽悠 那就忽悠靠马屁上台的团派吧 这一步险棋走成功了 被出卖的江派也不会去救弱智的团派了 看来大家被海外反对派说什么小学生之类的舆论欺骗了 习近平的诈述和胆量被低估了 全文完